这个得赶快抢 手慢可就没了 终于抢完了 这手咋还自己动了呢 11月20号媒体报道 广州一名大一新生小欧 在双十一当天凌晨网购拼杀后 手抖不止 甚至引发了癫痫 小欧称 当天凌晨我抢完东西 两点多躺下 一个小时后身体就开始抽搐 接下来连续三个晚上 都是如此 这不会是双十一剁手太猛 激动的吧 经检查 医生发现小欧脑内有血栓形成 造成脑部左侧额叶水肿出血 才导致了癫痫的发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专家介绍 癫痫发作不同于癫痫病 5%的正常人 医生会经历一到两次癫痫发作 不良作息时间 熬夜 过度疲劳 或者长时间在游戏厅 歌厅受到闪光的刺激 过度用脑 嘈杂环境等 都可能诱发癫痫发作 小欧就经常宅在宿舍里 躺床上熬夜玩手机 新京报道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